立位记,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墓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玉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生处猥公物。 他的公物若以牛为凡记,就要在会墓门口甘愿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月娜。 他要按手在凡记生的头上,凡记便蒙月娜,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载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写,把血洒在会墓门口旁边坛的周围。 那人要剥去凡记生的皮,把凡记生切成筷子。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柄枝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凡记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凡记,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记。 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凡记,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 要把羊仔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 要把凡记生切成筷子,连头和枝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 这是凡记,是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记。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凡记,就要献斑鸠或是除鸽为供物。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 又要把鸟的素子和灵毛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 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 这是凡记,是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记,立位记,第二章。 若有人要献素记给耶和华,他的供物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座祭司的那里。 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座位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记。 素记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活记中为之剩的。 若用炉中烤的物味素记,就要用吊油的无教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教薄饼。 若用傲上做的物味素记,就要用吊油的无教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记。 若用尖盘做的物味素记,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 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记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 祭司要从素记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记。 素记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活记中为之剩的。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记都不可有教,因为你们不可稍一点教,一点密档做活记献给耶和华。 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贡武,只是不可再谈上献为新乡的记。 凡献为素记的贡武都要用盐吊盒,在素记上不可缺了你神里约的盐。 一切的贡武都要配颜而献。 若想耶和华县初熟之物为素记要献上轰了的和穗子,就是打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的素记。 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记。 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打了的和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县的火记历位记第三章。 人若以一记分的平安记为贡武,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按手在贡武的头上,载于会母门口。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记生中,将火记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葬的汁油和葬上所有的汁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 羽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梵记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活记。 人想,耶和华县公务为一记分的平安记,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 人若献一只棉杨高卫公务,他就当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他要按手在公务的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寄生中,将伙计献给耶和华,其中的汁油和整条肥尾巴都要在靠近几股处取下,并要把盖脏的汁油和藏上所有的汁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这是献给耶和华为伙计的食物。 人的共务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载于会幕前。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他又要把盖脏的汁油和藏上所有的汁油献为共务,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新乡伙计的食物,汁油都是耶和华的。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汁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利未记第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慎魔命令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高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毒献给耶和华未属罪计。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受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住圣索的曼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美香弹的四脚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樊祭弹的脚那里。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汁油,乃是盖脏的汁油和脏上所有的汁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寄生的公牛上所取的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烧在凡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盗徽之所,用火烧在柴上。 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圣魔命令,误犯了罪,是隐而未宪,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毒,未赎罪计,迁到会幕前。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将公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曼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脚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樊祭坛的脚那里。 把牛所有的汁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公牛与那赎罪计的公牛一样。 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饶恕,他要把公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第一个公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计。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圣魔命令,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羔为共舞,按守在山羊的头上,在于耶和华面前宰凡祭生的地方,这是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占些赎罪计生的血,抹在梵祭坛的四脚上,把穴倒在梵祭坛的脚那里。 所有的汁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寡生的汁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饶恕。 平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圣魔命令,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羔为共舞,按守在赎罪计生的头上,在那宰凡祭生的地方,把赎罪计生宰了。 祭司要用指头沾些羊的血,抹在梵祭坛的四脚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汁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寡生的汁油一样。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新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饶恕。 人若牵一只棉羊羔为赎罪计的共舞,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守在赎罪计生的头上,在那宰凡祭生的地方,宰了作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计生的血,抹在凡祭坛的四脚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又要把所有的汁油都取下,正如从平安寡生中取棉羊羔的汁油一样。 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伙计的条例烧在坛上。 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饶恕树立未济第五章。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线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处,是不洁死了的把物,他却不知道。 他也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肾魔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直到了,就有了罪。 或是有人发誓,嘴里宣告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肾魔事上宣告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直到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间寄生,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棉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羔牵到耶和华面前未赎罪季。 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的能力若不构陷一只棉羊羔,就要因他所犯的过犯,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除割带到耶和华面前,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凡祭。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熟罪祭献上,从鸟的景象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也把些熟罪祭生的血弹在弹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弹的脚那里,这是熟罪祭。 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凡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饶恕,他的能力若不构陷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除割,就要因所犯的罪带公物来,就是西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位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这是熟罪祭,他要把贡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暗献给耶和华伙计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熟罪祭。 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熟罪,他必蒙饶恕,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宿祭一样。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沽的, 按圣所的摄克勒拿银子,江熟千祭生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棉羊千道,耶和华面前未熟千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 祭司要用熟千祭的公棉羊为他赎罪,他必蒙饶恕。 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所禁止不可行的圣魔命令,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要照你所沽定的假,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来,给祭司做熟千祭。 至于他悟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饶恕。 这是熟千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利未记第六章,耶和华小玉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居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哄邻居,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 说谎起是,在这一切的世上犯了圣魔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鬼诈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圣魔物起了假事,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他赎千祭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估定的假,把赎千祭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千道,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千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慎魔事,使他有了过犯,都必蒙饶恕。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凡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这是凡祭,是因凡祭要中夜放在坛的柴上,直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住。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凡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在旗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梵祭摆在坛上,在旗上烧平安寄生的汁油。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住的火,不可熄灭。 宿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宿祭的戏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宿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新香宿祭的纪念。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所与吴教饼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的时候不可混教,这是从所献给我的伙计中赐给他们的分,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千计一样。 翻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分,直到世世代代,做他们永远的定力,摸这些祭武的都要成为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当亚伦寿高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共武,就是西面依法的十分之一,未尝献的宿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 要在澳上用油吊盒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宿祭。 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未寿高的祭司,要把这宿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 这是永远的定力,祭司的宿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凡祭生的地方,宰赎罪祭生,这是至圣的。 为赎罪献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所,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凡摩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生的血若谈在圣摩衣服上,所谈的那一件,要在圣所洗净。 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涮净。 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 凡赎罪祭,若将血带尽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 立位祭,第七章,赎谦祭的条例也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 人在哪里宰凡祭生,也要在那里宰赎谦祭生。 七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 祭司要撒上其中一切的枝油,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枝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未献给,耶和华的伙计是赎谦祭。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所吃,是至圣的。 赎罪祭怎样,赎谦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 献赎谦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 献凡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凡祭生的皮。 凡在炉中烤的宿祭和尖盘中做的,并傲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 凡宿祭,无论是游吊盒的是钱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 人献语,耶和华平安祭之祭生的条例乃是这样。 他若未感谢献上,就要用吊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烤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 除兵以外,他要用有酵的饼和他平安祭中的感谢祭做共舞一同献上。 从整全的共舞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 未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那一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既是未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那一天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生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胃剂,这祭肉反胃可增贤的,凡吃的必担当他的罪孽。 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 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雨,耶和华做平安祭生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捡出。 而且,有人摸了肾摸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增之物,吃了献雨,耶和华做平安祭生的肉,这人必从民中捡出。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玉以色列人说,牛的枝油,绵羊的枝油,山羊的枝油,你们都不可吃。 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枝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总不可吃。 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伙计牲畜的枝油,那人必从民中捡出。 并且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肾摩血,那人必从民中捡出。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玉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生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生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伙计,就是枝油和兄,要带来,好把兄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 祭司要把枝油在坛上焚烧,但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生中把右前腿做举祭,奉给祭司。 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生血和枝油的,要得这右前腿为他的分。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生中,取了这摇的凶和举的前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永远的定力。 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高的分和他子孙受高的分,正在他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执分的日子, 就是在他高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 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这就是凡祭、宿祭、赎罪祭、赎千祭、和平安祭之祭生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 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奈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贡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立位祭》第八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告犹、语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蓝无较饼都带来, 又招聚惠众到惠墓门口。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惠众聚集在惠墓门口。 摩西告诉惠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 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乙伏德,用骑上巧公支的袋子,把乙伏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鸣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盯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用告油抹账母和其中所有的,使他们成圣。 他又用告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弹和弹的一切器皿,并洗桌盆和盆坐,使他们成圣。 又把告油倒在亚伦的头上高塌,使他成圣。 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 摩西取了血,用指头将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 又去葬上所有的枝油和干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枝油都烧在坛上。 唯有公牛,连皮带肉病分,用火烧在营外,都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奉上凡祭的公棉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 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公棉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病,制油都烧了。 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只公棉羊烧在坛上为新香的梵祭,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都使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棉羊,就是承接圣旨之礼的羊。 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 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 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取之油和肥尾巴,并葬上一切的之油与肝上的王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之油,并有前腿, 在从耶和华面前乘无脚饼的篮子里,取出一个魔脚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之油和右前腿上, 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做摇剂。 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梵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心香的活祭。 摩西拿羊的胸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摇剂。 因是承接圣职的公棉羊,就归摩西的分,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取点告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成接圣职篮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地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 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教你们七天承接圣职。 向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 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 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是《历位记》第九章。 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重场老来,对亚伦说, 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少壮的牛犊做熟醉祭,一只公棉羊做凡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现在耶和华面前。 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山羊羔做熟醉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棉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凡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棉羊做平安祭,现在耶和华面前并取吊游的宿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 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 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 摩西对亚伦说,你究竟谈前,献你的赎罪祭和凡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贡务,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于是,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缝给他,他就把指头站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 唯有赎罪祭的枝油和妖子,钉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浆肉和皮烧在营外。 亚伦宰了凡祭生,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 他们又把凡祭生的筷子连头递给他,他把这些都烧在坛上,他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上的凡祭上。 他奉上百姓的供武,把那给百姓做熟罪祭的宫山羊宰了,畏罪献上和仙献的一样,也奉上凡祭照例而献。 他又奉上宿祭,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凡祭以外。 亚伦又给百姓宰了做一祭坟平安祭的公牛和公棉羊。 亚伦的儿子把血递给他,就是他撒在坛周围的血,又把公牛和公棉羊的枝油,肥尾巴,并盖脏的枝油与腰子和肝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枝油放在胸上,他就把枝油烧在坛上。 胸和右前腿,亚伦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当作摇祭,都是赵摩西所吩咐的。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 他献了赎罪祭,凡祭,平安祭就下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凡祭和枝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脸浮在地,立位祭,第十章。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乎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一火,是他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吞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未胜,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书父乌学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 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召摩西所吩咐的。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马说,不可不蒙住头,也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告犹在你们的身上。 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 耶和华小域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使你们可以将胜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小域以色列人的一切律力教训他们。 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马说,你们献给耶和华伙计中所剩的宿迹,要在坛旁不带叫而吃,因为是至圣的。 你们要在圣所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这是你的分和你儿子的分,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 所摇的胸,所举的前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寄生中给你,当你的分和你儿女的分。 所举的前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与伙计的之游一同带来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当摇祭,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远的定力,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作赎罪祭的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他便向亚伦圣下仍然存活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马发怒,说, 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神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卫,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看啊,这寄生的血病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鸡肉。 亚伦对摩西说,你看,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凡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卫美呢? 摩西听见这话,便以《卫美》《利未记》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提分两半,道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但那道嚼或分提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道嚼不分提,就与你们不洁净,提兔因为道嚼不分提,驼就与你们不洁净。 兔子因为道嚼不分提,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提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 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 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驼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 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鸟,狗头鸟,红头鸟,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猫头鹰,夜鹰,鱼鹰,鹰与其类。 硝鸟,鲁子,猫头鹰,天鹅,蹄虎,秃鸟,冠,鹿与其类,待人与蝙蝠。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 其中有蝗虫与其类,兔顶的蝗虫与其类,甲虫与其类,蚱蟒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 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脚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 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湿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拿其湿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石鼠、乌龟与其类、雪雕、变色龙、汐汤、蜗牛、岩鼠。 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在驼死了以后,烦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其中死了的,掉在肾磨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 不居是做肾磨公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 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居有肾磨,就不洁净。 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 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 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肾磨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居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 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为埃勒纳死的,就不洁净。 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重的子粒上,子粒仍是洁净。 若水已经浇在子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子粒就与你们不洁净。 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驼,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凡地上的爬物是可增的,都不可吃。 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族行走的,或是有许多族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增的。 你们不可因圣摩扒物,使自己成为可增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至染了污秽。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圣摩扒物,污秽自己。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的造物,并地上爬行的造物的条例。 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兽,都分别出来。 第十二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玉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要照着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第八天,要给阴海割包皮。 妇人在铲血不洁之中,就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 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铲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 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还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的绵羊膏为凡济,一支橱鸽,或是一支斑鸠未熟醉剂,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现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她的血缘就洁净了。 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她的能力若不构陷一支棉羊膏,她就要取两支斑鸠,或是两支橱鸽,一支为凡济,一支为赎罪剂。 祭司要为她赎罪,她就洁净了。 列位纪第十三章,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结子,或长了血,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疯的灾病,就要将它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 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身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疯的灾病。 祭司要查看它,宣告它胃不洁净。 若伙伴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身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见灾病发案,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宣告它胃洁净,原来是选,那人就要洗衣服,得胃洁净。 但他为了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选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剑选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宣告它胃不洁净,是大麻疯。 人有了大麻疯的灾病,就要将它带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查看,剑皮上若藏了白结,是毛变白,在藏白结之处有了红鱼肉,这是肉皮上的就大麻疯。 祭司要宣告它胃不洁净,不用将它关锁,因为它是不洁净了。 大麻疯若在皮上室外发散,藏满了患灾病人的皮,聚集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现全身的肉若藏满了大麻疯,就要宣告那患灾病的胃结净,全身都变为白,它乃结净了。 但红肉几时显在它的身上,就及时不洁净。 祭司一看那红肉就宣告它胃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疯。 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它就要来见祭司。 祭司要查看,溅灾病处若变白了,祭司就要宣告那患灾病的胃结净,它乃结净了。 人若在皮肉上长窗,确实好了,在长窗之处又起了白结,或是白中带红的伙伴,就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若现象挖鱼皮,剑旗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宣告它胃不洁净,是大麻疯的灾病在窗中发出来。 祭司若查看,剑旗上没有白毛,也没有挖鱼皮,乃是发案,就要将它关锁七天。 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宣告它胃不洁净,是灾病。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火窗,祭司就要宣告它胃结净。 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火毒的鱼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 祭司就要查看,剑火斑中的毛若变白了,现象又生鱼皮,是大麻疯在火毒中发出, 就要宣告它胃不洁净,是大麻疯的灾病。 但是祭司查看,现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也没有挖鱼皮,乃是发案,就要将它关锁七天。 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就要宣告它胃不洁净,是大麻疯的灾病。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上发散,乃是发案,是起的火毒。 祭司要宣告它胃洁净,不过是火毒的痕迹。 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 见这灾病现象若身鱼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宣告它胃不洁净, 这是前头戒,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大麻疯。 祭司若查看头戒的灾病,见现象不身鱼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戒灾病的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灾病,若见头戒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 头戒的现象不伸鱼皮,那人就要替去虚发,但他不可替头戒之处。 祭司要将那长头戒的,在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戒,见头戒若没有在皮上发散, 现象也不伸鱼皮,就要宣告它未洁净,它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 但他得洁净以后,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查看他。 见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他是不洁净了。 祭司若看头戒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戒已然痊愈, 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宣告他未洁净。 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就是白火斑,祭司就要查看, 现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上发出的雀斑,那人是洁净了。 人头上的发弱掉了,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 他顶前弱掉了头发,他不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 头突处或是顶门突处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突处或是顶门突处, 祭司就要查看,现他起的那灾病若在头突处或是顶门突处有白中带红的, 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的。 祭司要宣告他全然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他的头。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头上光秃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染了污秽,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 无论是在经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肾膜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经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肾膜物件上。 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观索七天。 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经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 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经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肾膜物件上,他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 祭司要查看,若见灾病在衣服上,经上,尾上,或是皮子做的肾膜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观索七天。 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现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 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现那灾病发案,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经上,尾上,都死去。 若仍陷在衣服上,或是经上,尾上,皮子做的肾膜物件上,这就是灾病有发了,必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 所洗的衣服,或是经,或是尾,或是皮子做的肾膜物件,若灾病离开了,要再洗,就洁净了。 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经上,尾上,和皮子做的肾膜物件上,可以宣告未洁净或是不洁净。 第十四章,耶和华小玉摩西说,长大麻风的洁净的日子,其力乃是这样,要带他去献祭祀,祭祀要出道营外查看,若献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珠红色线,并牛西草来。 祭祭祀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祭祀要把鸵和香柏木,珠红色线并牛西草,一同沾鱼宰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洒七次,就宣告他未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 求洁净的人荡洗衣服,剃取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禁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 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 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宫棉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碎的母棉羊羔,又要把吊游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三位素季,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 行洁净之礼的祭祀,要将纳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墓门口,耶和华面前。 祭祀要取一只宫棉羔羔,县位赎千祭,和那一罗格游一同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 把这面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生和凡祭生之地。 赎千祭要归祭祀,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 祭祀要取些赎千祭生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祀要从那一罗格游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站在左手的游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 将手里所剩的游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千祭生的血上。 祭祀手里所剩的游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祭祀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凡祭生,把凡祭和宿净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棉羊羔羔作赎千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吊游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为宿净和游一罗格一同取来,又照他的能力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除鸽,一只作赎罪祭,一只作凡祭。 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祀。 祭祀要把赎千祭的绵羊羔羔和那一罗格游一同摇一摇,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 要宰了赎千祭的绵羔羔羔,取些赎千祭生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祀要把歇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 又把手里的油抹歇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熟千祭之血的原处。 祭祀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锄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未赎罪祭,一只未凡祭,与宿祭一同献上,祭祀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光乎的洁净之物预备构树的条例。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未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未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祀说,就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祭祀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祀要进去查看房子。 他要查看那灾病,若建灾病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班门,现象挖于墙,祭祀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 第七天,祭祀要再去查看,建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 他挖出石头,挂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祀就要进去查看,建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 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并且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用餐的也必洗衣服。 房子慢了以后,祭祀若进去查看,建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宣告房子未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 要未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珠红色线并牛西草,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西草、珠红色线并拿活鸟都站在被宰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 要用鸟血、活水、活鸟、香柏木、牛西草并珠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活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为房子赎罪,房子就洁净了。 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戒,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街子选伙伴所立的条例,指明和食味洁净和食味不洁净。 这是大麻风的条例,利未记第十五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玉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 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 他所躺的床都未不洁净,所做的物也未不洁净。 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那床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未不洁净。 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 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 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 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 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 第八天,要取两只班鸟,或是两只厨戈,来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上一支未赎罪祭,一支未凡祭, 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 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经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 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 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所躺的物件都未不洁净, 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 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凡摸他所做肾摸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在女人的床上,或在他做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寝,染了她的月经,就要七天不洁净, 所躺的床也未不洁净。 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 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 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 与她月经时候的污秽一样。 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未洁净。 第八天,要娶两只班鸠,或是两只厨戈,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未赎罪祭,一支未凡祭,因那人血漏不洁,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 免得他们玷污我的账目,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这是患漏症和孟姨而染了污秽的,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 无论男女,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寝的条例, 立位纪第十六章,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的时候死了。 死了之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话, 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慢子内,到柜上的身座前,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险献在山座上。 亚伦进圣所,要戴一只公牛毒喂熟醉祭, 一只公眠阳味繁记。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腰束细麻布袋子,头戴细麻布冠冕, 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 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衫羊羔,喂熟醉祭, 一只公眠阳味繁记。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山羊之谦, 一谦龟羽,耶和华一谦做替罪的山羊。 亚伦要把那落在龟羽,耶和华之谦上的山羊奉来, 献为赎罪祭。 但那落在做替罪山羊之前的山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做替罪的山羊。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带来宰了,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拿香炉, 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盛满烧灼的火炭, 又拿一盆倒戏的美香, 都带入蔓子内。 在耶和华面前, 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烟云, 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又在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七次。 随后他要宰那位百姓做熟罪祭的山羊, 把山羊的血带入蔓子内, 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他因以色列人猪般的无讳, 又因为他们一切罪迁中的过犯, 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 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 也要照样而行。 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 并以色列全会中赎了罪出来。 他出来, 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 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 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 洁净了坛,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猪般的污秽, 使坛成圣。 亚伦卫生所和会幕并弹献完了赎罪祭, 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那活着的山羊的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猪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山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山羊放在旷野, 这山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亚伦要进会幕, 把他近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 放在那里, 又要在圣所用水洗身, 穿上衣服, 出来, 把自己的凡祭和百姓的凡祭献上,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赎罪寄生的汁油, 要在坛上焚烧。 那放替醉山羊的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进营。 做熟醉祭的公牛和山羊的血, 既带入圣所赎罪, 人要把这牛羊搬到营外, 姜皮, 肉, 粪, 用火焚烧。 焚烧的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进营。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甚魔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因在这日, 祭司要为你们赎罪, 洁净你们, 使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 拖进一切的罪迁。 这日, 你们要守卫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 这为永远的定力。 那首高, 揭许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 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 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卫圣的圣所和会幕, 与谈行赎罪之礼, 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 于是, 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立位记》第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亚伦和他儿子并, 以色列众人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 或是绵羊羔, 或是山羊, 不拘宰于营内营外, 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账目钱献给, 耶和华未尽, 所流的血必归到那人身上, 他流了血, 要从民中捡除, 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 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交给祭司, 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坛上, 把汁油焚烧献给, 耶和华为心象的祭, 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 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要小于他们说,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献凡祭或是祭武, 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 那人必从民中捡除,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若吃肾磨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遍脸, 把他从民中捡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 因此, 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都不可吃血, 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也不可吃血, 凡以色列人, 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 必放出驼的血来用途掩盖,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肾磨活物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 凡吃了血的, 必被剪出, 凡吃自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无论是本地人, 是外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都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到了晚上才为洁净, 但他若不洗衣服, 也不洗身,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利未记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的, 那里人的行为, 你们不可效法,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力, 按此而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 你们要守我的律力典章,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我是耶和华, 你们都不可录尽亲的裸体, 亲近他们, 我是耶和华, 你父亲的下体, 或是你母亲的下体, 你都不可漏, 她是你的母亲, 不可录她的裸体, 你不可录你继母的裸体, 这本是你父亲的裸体, 你的姊妹, 布居是一母同父的, 是一父同母的, 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 你都不可录她们的裸体, 你不可录你孙女, 或是外孙女的裸体, 录了她们的裸体, 就是录了自己的裸体, 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 是你的姊妹, 不可录她的裸体, 你不可录你姑母的裸体, 她是你父亲的近亲, 你不可录你姨母的裸体, 她是你母亲的近亲, 你不可录你博书的裸体, 你不可亲近她的妻, 她是你的博书母, 你不可录你儿父的裸体, 她是你儿子的妻, 你不可录她的裸体, 你不可录你弟兄妻子的裸体, 这本是你兄弟的裸体, 你不可录了妇人的裸体, 又录她女儿的裸体, 也不可娶她孙女, 或是外孙女, 录她们的裸体, 她们是近亲, 这本是大恶, 你妻还在的时候, 不可另娶她的姊妹做对头, 录她的裸体, 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 你不可录她的裸体, 与她亲近, 你也不可与邻居的妻同且, 玷污自己, 你不可使你的儿女, 惊火归与摩洛, 也不可亵渎你, 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与男人同情, 像与女人一样, 这本是可憎恶的, 不可与寿银河同情, 玷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站在寿前, 下我其中, 这本是逆性的事, 在这一切的事上, 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 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 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 连地也玷污了, 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 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故此,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 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都不可犯, 在你们已先居住那地的, 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地就玷污了,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 那就把你们吐出, 像吐出在你们已先的国民一样, 无论甚魔人, 犯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 必从民中检出, 所以, 你们要守我所定的, 免得你们干犯那些可憎恶俗, 就是在你们已先的人所常犯的, 以致玷污了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立位记第十九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中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也要守我的安息日,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偏向偶像, 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若要献一祭分的平安祭给, 耶和华要甘心乐意而献, 这祭物要再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 若有胜到第三天的, 就必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再吃, 这就为可憎恶的, 必不蒙悦纳, 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 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 那人必从民中检出, 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 你不可搁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你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的一切葡萄, 你要留给穷人和客旅,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盗, 不可巧诈, 也不可彼此说谎, 你们不可指着我的名其假事, 你也不可亵渎你, 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榨取你的邻居, 也不可抢夺他的物, 故宫人的公价, 不可在你那里过夜, 留到早晨, 你不可咒骂龙子, 也不可将半角石, 放在瞎子面前, 只要敬畏你的, 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 你不可偏护穷人, 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 你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 你也不可与邻居为敌, 流他的血, 我是耶和华, 你心里不可恨你的兄弟, 总要指摘你的邻居, 不容罪在他身上, 不可报仇, 也不可怀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临如己,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守我的律力, 你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 不可用别样混杂的种种你的地, 也不可用细麻和羊毛两样混杂的料作衣服穿在你身上, 婢女许配了丈夫, 还没有背熟, 得势放, 人若与她同情, 二人要受鞭打, 却不把他们致死, 因为婢女还没有的自由, 那人要把孰千计, 就是一只做孰千计的公棉羊迁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用孰千计的公棉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所犯的罪赎罪, 他所犯的罪就必蒙饶恕, 你们到了迦南地, 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 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 三年之久, 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 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 用以赞美耶和华, 第五年, 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 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吃代血的物, 不可用法术, 也不可关照, 头的发脚, 你们不可剃, 胡须的胡搅, 你也不可损坏,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 我是耶和华, 不可破你的女儿未娼, 使她做淫妇, 恐怕地上的人专项淫乱的就满了大鳄,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 敬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不可听从那些有灵史的和形巫术的, 不可求问他们, 以致被他们玷污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白发的人面前, 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 就不可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的也做过外人,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 在齿, 撑, 生, 斗伤也是如此, 要用公道天平, 公道法马, 公道依法, 公道心,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我是耶和华, 立位记第二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还要小于以色列人说, 凡以色列人, 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把自己的儿女献给磨落的, 总要治死他, 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剪出, 因为他把儿女献给磨落, 玷污我的圣索, 亵渎我的圣明, 那人把儿女献给磨落, 本地人若阳位不见, 不把他治死, 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 把他和一切随他与磨落犯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出, 人偏向有灵史的和行巫术的, 随他们行邪淫, 我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剪出, 所以你们要自杰成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凡咒骂父母的, 总要治死他, 他咒骂了父母, 他的血要归到他身上, 与别人之妻奸淫的, 就是与邻居之妻奸淫的, 肩父淫父都必治死, 与继母同寝的, 就是录了他父亲的裸体, 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 他们的血要归到他们身上, 与儿妇同寝的, 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 他们行了逆轮的事, 他们的血要归到他们身上, 人若与男人同寝, 像与女人一样, 他们二人犯了可憎的事, 总要把他们治死, 他们的血要归到他们身上, 人若娶妻并娶妻母, 便是大恶, 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 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 人若与兽同寝, 总要治死他, 也要杀那兽, 女人若与兽亲近, 下我其中, 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 总要把他们治死, 他们的血要归到他们身上, 人若娶她的姊妹, 无论是一母同父的, 是一父同母的, 彼此陷了裸体, 这是可恶的事, 他们必在本名的眼前被剪出, 她归了姊妹的裸体, 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妇人有月经, 若与她同寝, 归了她的裸体, 她就掀了妇人的血缘, 妇人也归了自己的血缘, 二人必从民中剪出, 你不可归一母, 或是姑母的裸体, 这是归了近亲的裸体, 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人若与博书之妻同寝, 就归了她博书的裸体, 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 必无子女而死, 人若娶她兄弟之妻, 这本是污秽的事, 因她归了她兄弟的裸体, 二人必无子女, 所以,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 把你们吐出,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犯了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 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畏业, 流奶与蜜之地,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你们与众民有分别的, 所以, 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 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 或是在地上爬的圣魔活物, 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 你们要归我未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 并叫你们与众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名, 无论男女, 是有灵史的, 祸行巫术的, 总要致死他们, 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 他们的血要归到他们身上, 立位纪第21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说, 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除非为他近亲的父母, 儿女, 兄弟和未曾出嫁, 做处女的姊妹, 才可以沾染自己, 祭司既在民中未首, 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剔除胡须的胡脚, 也不可用刀化身, 要归神为圣, 不可亵渎神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不可取淫妇或被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取被修的妇人为妻, 因为祭司是归, 神为圣, 所以你要使他成圣, 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 耶和华是圣的, 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妇所行的辱墨自己, 就辱墨了父亲, 必用火将他焚烧,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 头上倒了告犹, 又承接圣职, 穿了圣衣的, 不可不蒙灼头,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挨尽死尸, 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 不可出圣所, 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 因为神高犹的冠冕在他头上,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妇女为妻,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或是被污的, 或是做妓女的, 都不可娶, 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 不可在民中辱墨他的儿女, 因为我, 耶和华要叫他成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尽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他鼻子的, 肢体有余的, 折脚蛇手的, 驼背的, 矮挫的, 眼睛有毛病的, 常选的, 常见的, 或是损坏肾子的, 都不可尽前来, 祭司亚伦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尽前来, 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他有残疾, 不可尽前来献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 无论是圣的, 至圣的, 他都可以吃, 但不可尽到曼子前, 也不可就近坛前, 因为他有残疾, 免得亵渎我的圣所, 我, 耶和华要叫他们成圣, 于是, 摩西小于亚伦和亚伦的子孙, 并以色列众人, 立位记, 第二十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 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给我的圣物, 免得在这些事上, 亵渎我的圣命, 我是耶和华,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身上有污秽, 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圣物的, 那人必在我面前捡出, 我是耶和华, 亚伦的后裔, 凡常大麻疯的, 或是有漏症的, 不可吃圣物, 只等他洁净了, 无论谁摸那因死是不洁净的物, 或是宜经的人, 或是摸肾膜, 使他不洁净的爬物, 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 布居那人有肾膜不洁净, 摸了这类人, 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若不用水洗身, 就不可吃圣物, 日落的时候, 他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吃圣物, 因为这是他的食物, 自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他不可吃, 因此污秽自己, 我是耶和华, 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定的, 免得轻忽了, 因此担罪而死, 我耶和华要叫他们成圣, 凡外人不可吃圣物, 寄居在祭司家的, 或是雇佣的仆人, 都不可吃圣物, 倘若祭司买人, 是他的钱买的, 那人就可以吃圣物, 生在他家的人, 也可以吃, 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 就不可吃献祭的圣物, 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 或是被修的, 没有孩子, 又归回父家, 与他青年一样, 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 只是外人不可吃, 若有人误吃了圣物, 要照圣物的元术, 加上五分之一, 交给祭司, 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 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 免得他们, 在吃圣物上自取过犯罪孽, 因为我, 耶和华要叫他们成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亚伦和他子孙, 并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作外人的, 凡献共物, 无论是所许的愿, 是甘心献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做凡献的, 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 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甘心献上, 凡有残疾的, 你们不可献上, 因为这不蒙悦纳, 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 将一季分的平安季献给耶和华,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甘心献的, 所献的碧唇, 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 瞎眼的, 折伤的, 残废的, 有流字的, 常选的, 常见的,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公牛是棉羊羔, 若只体有余的, 或是缺少的, 只可做甘心祭献上, 用以还愿, 却不蒙悦纳, 凡是损伤的, 或是压碎的, 或是破裂的, 或是善了的, 不可献给耶和华, 在你们的地上, 也不可献这样的劲, 这类的物, 你们从外人的手, 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 因为这些都有损坏, 有残疾, 不蒙悦纳,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财生的公牛, 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 七天当跟着母, 从第八天以后, 可以当供物蒙悦纳, 作为耶和华的活计, 无论是母牛是母羊, 不可同日宰母盒子, 你们先感谢寄给耶和华, 要甘心乐意而现, 药当日吃, 一点不可留到明天,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 我在以色列人中, 却要被尊卫上,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把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 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立位记, 第二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要宣告卫生会的节期, 六日要做工, 第七天是安息日, 当有圣会, 你们甚魔功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 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耶和华的节期, 就是你们到了日期, 要宣告卫生会的, 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无教节, 你们必要吃无教饼七日, 第一天当有圣会, 圣摩牢牢牢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天是圣会, 圣摩牢牢的功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使你们的蒙月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这捆摇一摇, 摇这捆的日子, 你们要把一岁, 没有残疾的功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凡祭, 铜献的宿祭, 就是吊游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作为新香的伙计献给耶和华, 铜献的殿祭要九一新的四分之一, 无论是饼, 是烘的子粒, 是心碎子, 你们都不可吃, 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 才可以吃,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和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 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又要将新宿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 取出西面依法十分之二, 家教, 烤成两个摇祭的饼, 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又要将一岁, 没有残疾的绵羊糕七支, 供牛毒一支, 供绵羊两支, 和饼一同奉上, 这些羽童献的宿祭和奠祭, 要作为樊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作新乡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支山羊糕喂熟醉祭, 两只一岁的绵羊糕, 喂一祭分的平安祭, 祭祭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 一同摇一摇,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摇祭, 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祭的, 当这日, 你们要宣告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 你不可搁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你要留给穷人和做客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七月初一, 你们要有安息日, 要吹号做纪念, 荡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 你们要守卫圣会, 并要刻苦己心, 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那日, 圣魔功都不可做, 因为是赎罪日, 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当那日, 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中减除, 当那日, 凡做圣魔功的, 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你们圣魔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守这日为安息日, 并要刻苦己心, 从这月初九日晚上, 到次日晚上, 要守为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这七月十五日是祝鹏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第一天当有圣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七日内,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第八天当守圣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是严肃会, 圣魔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时耶和华的节七, 就是你们要宣告卫圣会的节七, 要将火祭, 繁祭, 宿祭, 祭生, 并奠祭, 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 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 并献给耶和华的甘心祭以外,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 就从七月十五日起, 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第一天为安息日, 第八天也为安息日, 第一天要拿美好树上的枝条, 和棕树上的枝子, 与茂密树的枝条, 并和旁的柳枝, 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 每年七月间, 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 凡以色列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七传给以色列人, 立位记第24章,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位点灯导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燃着, 在会幕中法贵的蔓子外, 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 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 常收拾金金竹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 烤成十二个饼, 每饼用面衣法十分之二, 要把饼摆列两行, 每行六个, 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 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 作为纪念, 就是作为伙计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 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 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 他们要在圣所吃, 为永远的定例, 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是至圣的,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埃及人, 一日咸游在以色列人中,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 耶和华的名并且咒诅, 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 他母亲名叫是罗密, 是弹支派底伯利的女儿, 他们把那人收在尖里, 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心意,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把那咒诅圣明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 全惠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小玉以色列人说, 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 全惠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外人,是本地人, 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已受长寿, 人若使他邻居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 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害伤, 以眼海眼, 以牙海牙,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 也要照样向他行, 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不管是外人, 是本地人, 同归一利,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小狱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明的人带到营外, 用石头打死, 以色列人就照,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历位记》第25章,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 你小狱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你要种你的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但第七年, 地要守安息日, 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你不可种你的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 地要得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 要给你和你的仆人, 婢女, 雇佣的仆人, 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 也要给你的牲畜, 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七年, 这便为你, 成了七个安息年, 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 你要发出喜年的号声, 这日就是赎罪日, 要在遍地发出绞声,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第五十年, 要作为你们的喜年, 这年, 你们不可耕种, 地中自成的, 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喜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吃地中自出的土产, 这喜年, 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 你若卖肾膜给邻居, 或是从邻居的手中买肾膜, 彼此不可欺负, 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 向邻居买, 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 年岁若多, 要赵树加添价值, 年岁若少, 要赵树减去价值, 因为他照收成的树木卖给你, 你们彼此不可欺负, 你只要敬畏你的, 神,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的律例, 你们要遵行, 我的典章, 你们要谨守, 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地壁出土产, 你们就要吃饱, 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你们若说, 看啊, 这第七年, 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土产, 赤肾膜呢, 我必在第六年, 将我所命的福祀给你们, 的变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 你们要耕种, 也要吃尘粮, 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 你们还吃尘粮, 地不可永迈,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畏业的权地, 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你的兄弟若渐渐穷乏, 卖了几分地业, 他致近的亲属, 就要来把他兄弟所卖的赎回, 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 他自己渐渐富足, 能够赎回, 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 把余圣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 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 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 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地业要出买主的手, 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 卖了以后, 一年之内可以赎回, 再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 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 这城内的房屋, 就定准永归买主, 世世代代为业, 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 但房屋在吴城墙的村庄里, 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 可以赎回, 到了喜年, 都要出买主的手, 然而, 立位人所得为业的诚意, 其中的房屋, 立位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立位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 是在所得未业的城内, 到了喜年, 就要出买主的手, 因为立位人诚意的房屋, 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 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你的兄弟在你那里, 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 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兄弟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 借粮给他, 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领你们从埃及的出来, 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兄弟若在你那里, 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你, 你不可勉强他向奴仆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 像雇佣的仆人和寄居的一样, 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不可卖为奴仆, 你不可严严地狭管他, 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 婢女可以从你四为一教民中买,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和他们的家属, 在你们地上所生的, 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 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未产业, 要永远从他们中监捡出奴仆, 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严严地狭管, 住在你附近的外人, 或是寄居的, 若渐渐富足, 你的兄弟却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那在你附近的外人, 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 可以再将他赎回, 他弟兄中的一个可以赎他, 无论是他博叔, 或他博叔的儿子, 或他本家的甚魔尽知, 都可以赎他, 他自己若能以自赎, 也可以自赎, 他要和买主计算, 从卖自己的那年起, 算到喜年, 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 好像雇佣的仆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 就要按住年数从买价中, 偿还他的暑假, 若到喜年只缺少基年, 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 偿还他的暑假, 他和买主同住, 要向每年雇佣的仆人, 买主不可严严地狭管他, 他若不在这几年内被熟, 到了喜年, 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的领处来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立位记第二十六章, 你们不可做圣魔偶像或雕刻的像, 也不可为自己力气站立的像, 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 安圣魔赞成的石像, 向他跪拜,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 敬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令, 谨守我的诫命, 遵照奉行, 我就给你们降下十语, 较地生出土产, 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你们打粮时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要摘到洒种的时候, 并且要吃得饱足, 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 你们躺卧无人惊吓, 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 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你们要追赶仇敌, 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 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 我要眷顾你们, 使你们生养众多, 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 你们要吃尘粮, 又因新粮挪开尘粮, 我要在你们中建立我的账目, 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将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 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 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恶, 叫你们挺身而走,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这一切诫命, 藐视我的律力, 厌恶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 背弃我的约, 我代你们就要这样, 我必命定金黄, 叫眼目干瘤, 精神消耗的劳病热病挟制你们, 你们也要白白地撒肿, 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重的, 我要向你们变脸, 你们就要被杀在仇敌面前, 恨恶你们的, 必侠管你们, 无人追赶, 你们却要逃跑, 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 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家七倍惩罚你们, 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 宰你们的的如铜, 你们要白白地劳力, 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 旗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 不肯听从我, 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家七倍降载于你们, 我也要打发野地地走兽到你们中间, 抢吃你们的儿女, 毁灭你们的牲畜, 使你们的人数减少, 道路荒凉, 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 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 因你们的罪刑罚你们七次, 我又要使刀剑林道你们, 报复你们被约的仇, 聚集你们在个城内, 将瘟疫在你们中间, 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我要折断你们粮食的账, 那时, 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 按分量秤给你们, 你们要吃, 也吃不饱,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 却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发烈怒, 行事与你们反对, 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 并且, 你们要吃儿子的肉, 也要吃女儿的肉, 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种高丘, 砍下你们的种下, 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 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 使你们的众生所成为荒场, 我也不闻你们心相的香气, 我要使地成为荒场, 住在旗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 我要把你们散在一郊民中, 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 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 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 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 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种安息, 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 享受安息, 地多识为荒场, 就要多识歇息, 的这样歇息, 是你们住在旗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至于你们剩下存活的人, 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 叶子被风吹的响声, 要追赶他们, 他们要逃避, 向人逃避刀剑, 无人追赶, 却要跌倒, 无人追赶, 他们要彼此撞跌, 像在刀剑之前, 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 你们要在一交民中灭亡, 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 你们剩下的人, 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 在仇敌之地消灭,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 就是干犯我的那罪, 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 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 那时, 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 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法, 我就要纪念我与亚各所立的约, 与以撒所立的约,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并要纪念这地, 他们离开这地, 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 就要享受安息, 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法, 因为他们藐视了我的典章, 心中厌恶了我的律力, 虽是这样, 他们在仇敌之地, 我却不厌弃他们, 也不厌恶他们, 将他们进行灭绝, 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 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 他们的先祖, 是我在异交的民眼前, 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为要做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些律力, 典章和法都是, 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在西奈山, 借着摩西立的《立位记》第二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 你估定的, 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 要按圣所的评, 估定嫁饮五十摄克勒, 若是女人, 你要估定三十摄克勒, 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 男子你要估定二十摄克勒, 女子估定十摄克勒, 若是从一月到五岁, 男子你要估定五摄克勒, 女子估定三摄克勒, 若是从六十岁以上, 男人你要估定十五摄克勒, 女人估定十摄克勒, 他若贫穷, 不能照你所估定的价, 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 估定他的价, 所许的若是牲畜, 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共舞的, 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 都要成为圣, 人不可改换, 也不可更换, 或是好的换坏的, 或是坏的换好的, 若以牲畜更换牲畜, 所许的与所换的, 都要成为圣, 若牲畜不洁净, 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寄生的, 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 祭司就要估定价值, 牲畜是好是坏, 祭司怎样估定, 就要以怎样为是, 他若一定要赎回, 就要在你所估定的价值以外, 加上五分之一, 人将房屋分别未胜, 归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估定价值, 房屋是好是坏, 祭司怎样估定, 就要以怎样未定, 将房屋分别未胜的人, 若要赎回房屋, 就必在你所估定的价值以外, 加上五分之一, 房屋仍旧归他, 人若将承受未业的几分地分别未胜, 归给耶和华, 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估定价值, 若撒大麦一赫梅尔, 要估价五十摄克勒, 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未胜, 就要以你所估定的价为定, 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得分别未胜, 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 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 将得分别未胜的人, 若定要把地赎回, 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 加上五分之一, 地就准定归他, 他若不赎回那地, 或是将地卖给别人, 就再不能赎了, 但到了喜年, 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 就要归耶和华未胜和永县的地一样, 要归祭司未业, 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 不是承受未业的分别未胜归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 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未胜归给耶和华, 到了喜年, 那地要归卖主, 就是那承受未业的原主, 凡你所估定的价银, 都要按着圣所的平, 二世纪拉位一社可乐, 唯独牲畜中投生的, 无论是牛是羊, 脊龟, 耶和华, 谁也不可再分别未胜,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 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价值, 加上五分之一赎回, 若不赎回,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价值卖了, 然而一切涌现的, 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 无论是人, 是牲畜, 是他承受未业的地, 都不可卖, 也不可赎, 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上, 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 必被至死, 地上所有的, 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是树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 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圣魔物, 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凡牛群羊群中, 一切从账下经过的, 每地实质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不可问是好是坏, 也不可更换, 若定要更换, 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 都要成为圣, 不可赎回,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